于正朋友圈夷四公开讽刺马思纯没独属张爱玲 侮辱整个表演行业 今天中午一点左右于正发文声讨某女演员 表示某女演员争斗 让自己去看电影提意见 结果自己指出对方没有演技 知道对方时对方态度很差直接退回了电影票 好搞笑表演来自于生活 都没有熟知张爱玲 就把顾曼珍演成了农村出身的伟文艺女青年也是最爱 演戏不看对手 自我陶醉 对白相读诗没有会味了 还总买热搜夸自己戏好 这种表演的存在真是侮辱整个表演行业 据悉 马思纯在某综艺节目中饰演了顾曼珍 而且她私下是个文艺女青年 很爱看张爱玲的书 微博中有不少关于张爱玲的语句 但是2018年 一些张爱玲的粉丝们指出她对张爱玲的书理解有偏差 而且她还经常作用张爱玲语句 当时马思纯也虚心接受了错误执政 种种迹象都立正于阵内涵的就是马思纯 估计马思纯现在一定很后悔让于正于看自己的电影吧 结果还弄出这么一出 话说马思纯好歹也是金马影后 于正这么不留情面公开对人家 是不是也有点过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